你可以直接拿這個來做修改 那其實 一般都是分階段做啦 程式不是一次做完 你可以先抓 一個 抓完一個之後的話呢 把這一串有沒有 也許你可以 直接拿到這邊改 那改哪些地方呢 當然我們 就是 先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開頭 所以也許我又不用I star 1 我就換個名稱好了 比較簡單 A1好了 A1等於I好了 名稱這個 變數名稱有時候你自己可以取 那簡單 你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也就是我可以從頭開始 給他那個 開頭的位置 再來的話呢 Doify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 在這邊加一個Doify 我習慣打一定都是打那個 小寫 然後邏輯的話就是給這個 讓他去找找看 那你想說 這個地方 找 其實找這個或找這個都可以啦 不過一般是以開頭這個為原則 那這個是 讓他去找找看 當他找的結果 不等於0的話 你就輸入到這裡 然後再來的話呢 記得 輸出部分 記得把底下的東西按個 Table Table的話就是下一切 下面部分的話就是 讓他再加一個 有DoFile 就有loop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所以 DoFile loop OK 裡面的話 當然就不用 再去判斷說有沒有找到 基本上應該就是會有找到 所以輸出結果 那輸出結果原來我們是 這邊邏輯判斷是 如果去找找看 有找到的話 那就幫我把他找到的A的位置 先找就是第一次的 OK 第一次的A跟第二次的B找到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做切割 那這邊我們原來只有一個 所以一個就輸出一個 但是呢有可能兩個有可能三個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會需要多學一個叫串接 記得串接什麼串接呢 就是把後面的東西先串到S裡面 先暫時保留起來 那如果你要暫時保留的話呢 特別注意 也許你就是 先記得 我們在loop的下面這邊 先把這個A 這個 這個 B欄的輸出 先放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用S來代替 那這邊的話就是 當他全部串完之後再一次輸出 那串接特別注意 串接是 S S等於S自己本身 串接 and符號 就是把 找到的串接 先不要丟到B 而是什麼 先丟到這個變數裡面 先儲存 起來 那我需要什麼 後面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那個 換行的符號 還記得 記得 10 10 10 那那個Chart 這個Chart 這也是一個函數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 按AF1 就可以找到 裡面的說明 那我就在後面呢 做什麼呢 串一個 找到的那個東西 再一個換行 然後呢 再追下去找 如果找到的話 他就會再找到 第2個 再換行 第3個 再換行 第4個 一種類推 OK 那就串 串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繼續往下找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還有一個地方 你可能要 補一下 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要從頭找 所以這邊的話 請你在 找之前我們本來是只有哪邊找 找什麼對不對 你必須還在前面多增加一個A1 逗點 意思就是說呢 從哪個位置開始找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如果你打完之後 當然這個 VBA有好處 他會提示給你 出體指標是說 START 從哪邊開始找 OK 如果細節不太知道了 請你 在A3上面按 F1 我講過了 那個微軟都會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要不你就查一下 有沒有 他這邊有相關的說明 START是什麼 SRING1是什麼 SRING2是什麼 這什麼意思 不過也許你看完之後還是看不懂 不過至少 聊勝於5啦 我剛開始也是看不懂啊 那怎麼辦呢 我剛開始其實很認真看就看不懂 後來我不是很認真看 略看反正 對原來是這個意思就好了 因為他只是一個字典 字典就是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你亂過你大概就知道了 這有些相關的參考 那 按連符碗 參考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 在前面加一個特別重要START 從哪個字開始找的意思 原來可以看懂意思 OK 然後這邊一樣 從那個A1 我剛本來是I-E 然後把它改A1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變數名稱是自己要取一個 你自己要能夠了解的邏輯的變數名稱 將來你會比較 寫起來會比較順手 OK 所以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找到的東西切割串接 最後的話 就是串接完的東西 再幫我丟到B裡面 最後的話 記得把S裡面的東西 做個清空 這樣子 基本上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我們會有第1階段 才會有第2階段 你不要 直接就寫第2階段 你如果直接寫第2階段 可能會死得很慘 對不對 因為很容易就掛掉了 對不對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用都化回圈 記得你不要陷入無窮回圈 所以無窮回圈 因為它一定要是 當它 什麼 它會進去的話一定是 當它是不等於 0 意思是要找到 找到繼續找 可能同學比較容易出錯是 如果你這邊前面都沒有家 從哪邊 還有這邊可能這樣跑一定無窮回圈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讓它往後面找 對不對 這也是常犯的 我剛剛也是 忘了 那你如果無窮回圈 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樣跑 它會一直就從頭開始找 從頭開始找 那會變成 程式會卡住 如果你程式一直跑跑跑 跑不出來的話 記得 在VPA裡面有一個叫 Control Break 的那個 就是 Control Break的意思是說 你讓那個 Control鍵加那個 我們鍵盤 上面最上面 右上角有一個 Break Control Break 就是 讓程式 停下來 如果它無窮回圈的話 不然的話它會一直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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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什麼跑到當機為止 OK 那一次有就當住了 所以特別注意 最怕是這個都化 因為都化 我們今天要很小心 它沒有出口 它會一直 Tru 又從頭找 永遠都是Tru 所以永遠Tru的話 永遠都出不來 所以記得 後面的話 記得你要 把這邊 要再加 A 這個A1 怎麼樣 等於 A1自己本身 不是 應該是 A 找到的那個位置 加1 邏輯要清楚 每行程式其實都不能胡倫吞著 不要以為好像我都會了 要不然就複製貼上RUN可以 你要每一個地方都要 我只是注解 大略的注解 如果有些地方我講了但我沒有注解 你要自己注解 OK 因為每一行每一行都有可能出錯 一出錯呢 像都化回圈都是大錯 就是直接跑到當調 OK 那你 跑到當調的話呢 你記得為什麼會當調 因為你只要有一行 出錯 就是大問題 OK 所以特別之后 這每一個每一個都是 細節 就像說我看那個什麼 像 外太空 那個太空要上太空一樣 你做一個太空船 給太空人做 只要你有個細節錯 那個太空人呢 就永遠回不來了 對不對 只要有一個零件出錯 OK 所以以前好像我記得 很久以前那零件出錯 他敲一敲之後又可以walk 他說Made in Taiwan 不過現在都不一樣 Made in China 有沒有 就換了 因為以前 好那這裡的話 就是怎麼樣 再來怎麼樣 把B1怎麼樣 等於 就是 B的位置 加1 讓他往後跑 OK 還有呢 特別重要 你run的時候 如果你怕出錯 我是建議呢 你可以這邊設中斷點 再開始執行 然後面就配合F8 慢慢 逐航逐航去跑 所以呢 我們可以試試看 假設這樣OK了 然後我們來 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看第1個 OK 比如我就這邊 他找到了 你可以再配合什麼 選取這個範圍 游標放上去 他會跟你講說 這裡面的結果是怎麼樣 或者游標放在上面 145 然後往下 你可以確認一下說 這裡面的東西都OK的話 你就讓他繼續walk 找到了 把這個切割出來 然後把底下的東西 A1的部分呢 再繼續往後面找 就加1嘛 就是找到的位置在向後一個 然後再下一個 然後再向後找 OK 因為找到一個 就幫我把這個的結果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邊來 看有沒有結果 有一個結果了 那裡面的清空 其實如果這個沒有清空的話 變成他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一直串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話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把中斷點拿掉 讓他全部跑 我講過 如果全部跑還有錯的話 Ctrlブック按住 不然他會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當調為止 OK 好讓他全部跑完了 Ctrlブック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全部就OK了 其實最重要是哪裡呢 就是這裡 第6吧 這邊有沒有 1 2 兩個 這邊的話呢 第7的話 也有兩個 這樣的話呢 你看 很快的就幫我把全部的問題給解決了 有沒有 這樣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我是覺得 只是說你可能要熟悉 那個 Do file 回圈 那個 每個都是細節 還有 issue 函數 它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從哪個字開始找 意思就是說呢 從 找到的位置 再往後一個字 開始找起 其實這個如果會的話 你真的可以寫 issue 裡面的那個 全文檢索系統 有沒有 裡面全文檢索嘛 意思說哪個儲存哥裡面的東西我如果要把 甚至把前後文摘出來都可以 以前我沒寫過類似的東西啊 比如我找 一堆的以車友裡面 假如裡面有一些資料我要 但我怎麼知道裡面 我要的東西在哪裡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 或者用一個 一個資料夾告訴他 他可以每個幫你打開 然後check check 甚至幫你把結果 放在 某一個檔案裡面 把它條列出來 你可以找前後文位置 絕對沒有問題 等於是你一個報表 可能一鍵按下去 所以你要的東西 就一個清單出來了 對不對 可不可能 可能啊 可以做啊 我以前就這樣做啊 程式不多 但是都是細節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程式都沒有 從這邊跳到這邊 OK 所以回去的話 有細節的部分 聽不懂 沒關係 為了錄下來 你再repeat repeat 多聽了幾遍 應該就慢慢懂 如果不懂的話 可以配合什麼 游標放這邊 按一個F1 才會跳到說明裡面 如果實在不懂 不然你就去買奇標那一本 那個VBA的 一個叫什麼 函數字典之類的 好 不過我是覺得有些東西 真的要實做啦 會了就會了 像這種東西 會了其實 懂了就懂了啦 你再看再多 他還是 就是真面一回事而已 他解釋來解釋 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呢 請各位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再開啟 下一個練習題 下一個練習題的話呢 就是這一題 所以等一下 可以直接下載 或者是 從那個 入門班的那個題目裡面 找一下 那這個題目裡面 邏輯很簡單 就是 我如果今天希望 怎麼樣 把我這個檔案裡面 這裡面 當然我需要什麼 不是 算它裡面 幾個數字 那因為這個是從 468招臉裡面 得到的那個 練習 其實 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這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數字的 就幫我留在這裡 英文 中文 其實就是 之前是切割 字串 現在是切割 三種形態的資料 但問題這三種資料 它不是位置喔 不是用e3找那個 哪個位置 從哪邊切喔 像這個怎麼切 但是呢 我們可以從哪邊 去找到 相關的線索 其實特別只有 可以從那個 如果用函數啦 你可以用 哪一個呢 從文字裡面 好像可以找到 類似的 像 ASC吧 有沒有 你可以 或者是 這個是輸出 跟這一樣 應該call call的話呢 是內碼部分喔 但是VBA裡面的 函數名稱 不叫call 他可能叫ASC 這邊的ASC 是指的是什麼 是 好像是轉型吧 所以用 雖然名稱一樣 但是用法不一樣 OK 那怎麼樣 剛好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的東西 就把數字 英文 中文 分開來 把這邊的資料 幫我分開來 那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一下 把剛剛那一題 再稍微了解一下 最好是 一定要動手啦 最好是可以把 第一階段做完的東西 可以改成 第二階段 而且沒有錯誤 那恭喜你 你那個Duo file的回圈 基本上 就有一個基本概念 那我們後面呢 還會用到蠻多類似Duo file回圈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喔 所以 回去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個Duo file回圈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103開頭那一題 就是把數字 英文 中文 幫我全部把它 分割開來